午餐白白種 你想選哪一種呢 我們準備了 政治新聞 國際時事 原文科普 生活新知 給您不一樣的觀點 不一樣的選擇 飛碟午餐 銀奶金掌煮 警告 10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歡迎來到飛碟午餐的現場 我是銀奶金 今天呢 星期二呢 是兩岸問題的專家 張若公 張主任的時間 非常謝謝張主任呢 在這個疫情期間的時候呢 哎 應該是在家裡吧 在家裡呢 還有我們做電話連線 主任好 銀奶金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是 也歡迎這個YouTube的朋友呢 在這個YouTube上面呢 收看我們的這個直播啊 在疫情期間呢 正式呢 聽這個內幕故事啊 的時刻 我們看到呢啊 這個新聞呢都已經有報導了啊 在今年呢 台灣參加WHA大會啊 不出意料的當然就是再度的落空了啊 我在上週的時候啊 上週五和我們的外交部的梁英斌大使啊 在去非常的清楚的啊 那個梁大使呢 解釋啊 我們台灣呢 歷年來啊 怎麼的去努力的啊 要去參與WHO WHA的時候呢 梁大使呢 有提到啊 就是在 2009年以後啊 台灣之所以能夠參加 那當然這個前提呢 就是因為在2005年的時候啊 連戰呢 主席到中國大陸去訪問啊 和中共中央這個總書記胡錦濤 簽署的那五項願景啊 而張榮公主任呢 就是呢 促成連湖會啊 在幕後呢 運籌帷幄的重要的這個幕僚啊 來來來來 我們今天呢 這個當事人在場了 來這個請這個主任呢 來跟我們說一下啊 我們呃 先略去啊 前面怎麼樣去 呃 促成了這個連湖會啊 因為那個就是很長的一段故事啊 主任能不能跟大家說明一下啊 就是連湖的共同院 連湖願景裡面啊 因為在第五項的時候呢 首度啊 在呃 兩黨的這樣的願景裡面 提到了有關於台灣 參與這個國際事務的 國際事務相關的這個問題啊 這個是怎麼談成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突破 對 因為 國際空間的問題 一直是台灣民眾高度關切的 但是我們總得要有一個切入點嘛 那當時的切入點 其實是因為2003年的SARS危機 哦 有點像那個 現在這個 這個COVID-19這個疫情一樣 那我們就拿這個做切入點嘛 可是問題是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呃 我一般的認知 包括經過政治的操作 他很容易會認為說啊這是大陸的打壓 不過我想準確的說其實是聯合國打壓台灣 因為我們必須要這樣認識整個聯合國在打壓台灣 因為台灣不能夠參加WHO跟WHA 哦 世衛組織跟世衛大會 是因為1970年我們退出的聯合國是以懸殊的比數76票對35票 就是我們中華民國才35票嘛 我們退出之後的隔年那個WHO他有一個WHA是為大會有個25.1號決議 又把台灣給驅逐出來 所以我們是受到整個聯合國的打壓 這個才是準確 那麼這個情況延續到現在 啊那怎麼辦呢 我們總是要有個突破 那這個突破因為 從這個衛生啊 人命的觀點 醫療的觀點來看 是一個比較好的突破點 那麼2003年的那個SARS危機 就出現這樣一個情況嘛 那時候SARS危機出現之後台灣因為民進黨全水扁執政也一再呼籲說台灣應該要加入 那麼世界各國美國日本歐洲都呼籲坦白說光是在旁邊呼籲是沒有效果 這就是我剛才說的 那根本就是聯合國的打壓 那你這些呼籲的國家自己都是聯合國的成員 自己都是跟大陸都是建交國嘛 那你們口頭的呼籲是沒有用的 那這怎麼辦呢 那麼剛才哪一天提到的這個聯戰主席訪問大陸的事情 那麼之前他其實是有一個鋪墊 那個鋪墊是什麼呢 聯戰主席訪問大陸之前是 他委託國民黨的副主席已經去世的張炳坤先生訪問大陸嘛 那個是國民黨1949年簽來之後第一個黨主席委託的訪問大陸 那那個團務長 我是操作的秘書長 我是那個團務的秘書長嘛 大概有一個時間點 就是2005年的3月30號 那一天的晚上呢 我們這個團跟國台辦陳怡林主任他們所有幹部就開會坐下來談嘛 那談成呢 先談成了這個到5月12點的時候 談到晚上12點的時候啊 我出去開記者會啦 因為我知道新聞界要發稿了 那我就去宣布 那時候談的內容主要是什麼 我跟你講 包括兩岸的交流 從這個文教到經濟的合作 那我宣布了10項結論 這裡都沒有跟WHA或WHO有關的 因為這個問題很敏感 敏感我等一下再說 我就出去宣布了10項結論嘛 那其中包括跟新聞界最有關的就是那個 大陸同意新聞記者 台灣的新聞記者到大陸去可以住點3個月 那當時我自己在中央社工作了21年 記者跟我私下抱怨說 哎呦主任你怎麼可以這樣 因為他們不願意住3個月 原來就是一個月就倫敵 可是新聞單位的主管都希望記者住3個月吧 因為這樣比較能夠了解大陸嘛 你講的客氣了 了解大陸比較能夠便宜租房啊 哈哈哈 情況就是這樣 那我宣布了12點出去宣布嘛 那我又回來了 其實那個會還在開 然後呢 又產生了兩項結論 其中之一 我當時因為要結稿了 我沒有時間宣布 到現在都還在營作 對台灣企業非常重要 就是兩岸產業標準化論壇 對 沒錯 這個到現在都還在營作 產業標準化對企業就非常重要 然後我們就談這個會議就談到12點就結束 我必須說這個會議啊 是1949年之後的兩黨 56年來第一次正式的會議 那個12項結論到現在 全部都實施了 那上一次56年前國共兩黨坐下來談判是什麼會議呢 雖然跟我們今天主題無分 可是我必須講非常重要的事 上一次的會議1949年4月的國共兩黨在北京會議 就是談判破裂 所以中共的大軍渡江就佔領了整個大陸嘛 那56年之後這個談判 張主任講那個大軍渡江 講的就是1949年的時候 這個4月23 20號 談判破裂 23號 23號 百萬大軍 對 就是過長江啦 就是攻陷了 南京就淪陷了啊 國府首都就淪陷了 所以 請說 我們這次的談判就是56年來第一次 然後12項結論到現在來講 回顧起來全部實施 那這裡的還沒有包括WGA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事情很敏感 我們在這個 我現在講的就是大家想知道 我南京講的內幕我過去也沒講過 我們都全部都談完了 就已經過了晚上12點半了 我大概記得已經過12點四五十分了 我跟江銘木先生跟陳雲林嘛 我們就另外到一個小房間 又繼續談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提出了 台灣經過WSARS的危機之後 民間希望能夠參加WHO的活動 包括出席WHA示威大會 那提出這個動作 我們為什麼會在事後提 因為我們要這樣想 按照當時大陸的立場 他要拒絕很容易 因為他本來就是拒絕 而且當時是民進黨的執政 所以他要拒絕很容易 可是對我們國民黨當時 我們提出來大陸希望兩岸 能夠找到善意互動的空間 那這個時候我們提私下提 他有難處 可是他不好拒絕對不對 好 那陳雲林先生就跟我們說 這個問題還比較大 比較大呢 那他們可以及時做反應 雖然這時候已經快晚上1點鐘了 他說啊 你們明天下午 見到我們的國務委員唐家旋 那唐家旋就是當過大陸的外交部長 當時是中共中央對台 領導小組的秘書長 所以你說你們明天見到唐家旋的時候 再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那我們即時通報 即時先反應上去 好 這個就是當時那天晚上的情況 那隔年下午 我陪著張明文先生 我們就進唐家旋嘛 我們就提出了台灣需要參加大陸 你們那時候是 就是只有你們兩個人跟唐家旋嗎 我們是一個團 是一個團嘛 其中的小部分 你們是先小範圍會談 然後再大範圍會談 那個小範圍會談是只有我跟張明文先生 是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見唐家旋的時候 要提出這個 這個就公開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讓台灣民眾知道 我們在做什麼嘛 是 那我們就公開提出這個東西 那唐家旋先生 他因為收到國來辦前一天晚上的 即時的反應 他就有心理準備 他就說了 他說大陸呢 我們來和這個 世衛組織 WHO的秘書處 聯繫協調 看看看看有沒有什麼方法 能夠找來解決 哇他這麼快啊 他在你們一點鐘前一天 就等於是當天的 凌晨一點的時候 陳雲林報上去之後呢 等於是我想他們內部呢 已經就做了很緊急的討論 特別是因為呢 唐家旋他既然是外長 他對這個問題呢 當然非常的熟悉啊 就是整個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 在聯合國的中國會集 這部分非常清楚 我也要特別點一下啊 台灣呢 現在呢 在有關於參 有關於我們聯合國的這個事情上面啊 在到目前為止啊 就是呢 那時候我們還具有聯合國的 會集的時候 其實連戰主席呢 他那個時候就是以台大的 這個主任的身份啊 他就是台大政治系主任的身份 他其實一直都是 我們聯合國團體 聯合國裡面的 有個顧問協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參與會議啦 他有顧問協 所以呢 連戰呢 他對於台灣的整個啊 的歷程呢 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啊 更何況呢 他後來呢 還擔任了外交部長 然後擔任這個行政院長 這個副總統啊 所以說 嗯 在台灣的整個的歷程裡面 上一次 上週五 梁英斌大使呢 提到就是我們是在 國民黨還執政時期的時候呢 就以這個 中華民國 瓜號 張校妍當外交部長的時候 中華民國 瓜號 台灣的民意 第一次 在這個 WHA 開始這個提案 所以說 聯先的時候是 是 是這個 執政團隊嘛 是執政黨嘛 他對於整個的歷程是非常清楚的啊 所以我請教這個張主任 唐家旋可以在這麼快的這個時間這個回應 而且他當時講了那樣的話 說請WHO的這個秘書長來討論啊 秘書處來討論 所以那就是有眉目啦 因為他沒有第一時間拒絕啊 這等於就是沒有拒絕嘛 沒有拒絕 而且他講說要討論出看看有沒有什麼方法來解決嘛 那就是有個出路 那這裡的我想必須讓民眾們了解 這主任不好意思 我們要進一段廣告了啊 廣告之後呢 回到飛碟午餐的現場 我們繼續請兩岸事務的專家張榮公張主任 他特別是參與在2005年的時候聯湖會 促成這個聯湖會呢 在幕後啊 非常重要的這個幕僚 他剛才在講述的呢 是在聯湖會之前的啊 江敏坤副主席當時率團呢 到中國大陸去訪問 為這個聯湖會啊 來進行鋪墊的時候呢 一個很關鍵的一段談話 那個就是呢 關於台灣參與WHO的相關的內部進一段廣告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飛碟午餐的現場 我是尹乃金 我們繼續訪問這個兩岸問題的專家張榮公張主任 我再補充說明一下啊 如果說您這個時候呢 才加入這個飛碟午餐的話呢 那我們就把前面這個張主任說的這個內幕呢 很快的跟您說明一下啊 在2005年呢 國民黨主席聯戰呢 到呃 中國大陸去訪問啊 他的和平之旅呢 和中國中央總書記呢 胡錦濤這個會晤 他們發表的五項共同願景裡面呢 第五點嘛 沒錯對不對 哦 第四點 對不起 第四點呢 提到有關台灣呢 參與這個國際事務的這個問題啊 那個就是呢 後來呢促成在馬英九當選之後 2009年台灣可以參與這個 WHA 呃年會的 以觀察員的身份參與年會的 很重要的啊 一個共識 那主任呢 在剛才啊 上一段的時候提到 在呃 聯主席呢 到北 到大陸去訪問之前呢 國民黨副主席江炳坤呢 當時呢 呃 就帥團呢 去大陸訪問啊 那張主任呢 是訪問團的這個秘書長 那他剛才呢 是提到就是說 他們在當天的凌晨 一點鐘的時候 跟陳雲玲國台辦主任呢 提到就是有關於台灣希望能夠參加 WHO相關活動啊 那沒想沒想到很快啊 他們在呃 見國務大陸國務委員唐嘉玄的時候 唐嘉玄呢 就就公開的說 他們會跟WHO的秘書處來討論一下 看又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 哇 你們那時候聽到的時候不會很興奮嗎 這麼快就有回應了 當然就是說討論什麼方式 我們還不知道是什麼方式 可是他立刻就有回應了 那至少是正面嘛 那我想這個東西 我在這裡必須要 讓大家知道就說 過去從來都是隔空喊話 隔空喊話 不如當面去講話嘛 不如當面對話 尤其有些人受到政治影響 會說為什麼要去求大陸 為什麼要去告訴大陸 現在問題就是關鍵在大陸嘛 所以 與其在台灣一直在喊話 不如當面坐下人能夠跟大陸對話 這才是重要的嘛 那對話呢 獲得對方 起碼沒有否定的這樣的一個回應 這是當天就是 2005年3月31號的下午是這個情況 我們回來當然報告連戰主席啊 那連戰主席4月26號到了南京 4月29號的下午就跟中共中央總書記 胡錦濤見面 那這是國共兩黨 時隔60年來的第一次握手 上一次是在1945年的9月 重慶蔣中正先生跟毛澤東的握手 時隔60年 這次的握手 連戰主席跟胡錦濤總書記達成了 兩岸和平發展的五項願景這個共識 其中的第四點就這樣提到 就是促進協商台灣參與國際活動問題 促進台灣參與國際 擴大台灣的空間 尤其優先討論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活動 這個衛生組織活動就包括兩個意思 一個就是 當然大家所知道 WHA世衛大會是最大的活動大家要受到注意 可是實質上還有很重要的 是大家沒有注意 可是我覺得今天疫情當下更重要 比參加世衛大會重要 一次性的會議 比那個重要的是什麼 WHO專家技術會議 就是跟WHO的資訊交流 對 那個才重要 那個對台灣現在才重要 好 那麼至少當時會議會議同意了 好 這個會議就結束414-19年五會 對 這個張主席 張永弓呢 他是中央的評議委員會 的主席團主席 我請教一下主任 我知道在協商這個五項願景的時候 中年有非常前面有非常多的过程 好有空我们再说吧 但是我想请问一下 您再重述一下 这个第四项这个愿景的时候 就说这个第四点的这个愿景 是完全没有太多的 就是一来一往 或是在字眼上面的斟酌吗 我跟你讲 这个两位领导人 他们在谈的时候都是各说各话 可是五项宴景 这个以后我们只会再说 不是我是要关键 我只能说 犹如尼克森访问大陆 那个公报其实是事先就谈好了 那当然嘛 所以我要请教你 当然当然当然 那谈好了呢 就是按照了刚才我们从江明文先生 访问唐嘉贤先生的回应以来 我们就这个这个那个路子啊 就写下了那个公报 然后在他们两位会谈的时候 加以强调 就有这个结论 那这个结论第四 我再讲一次 标题是促进协商 台湾民众关心的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 内容就是促进恢复两岸协商后 关键在这啊 两岸协商后 讨论台湾民众关心的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 包括优先讨论参与世界维生组织活动的问题 那这个就是切入点就是在世卫组织嘛 那我刚才就有跟大家报告 其实很重要 一个是大家关注到了世卫大会WHA 其实还有很重要 就是那个资讯交流 平常的资讯交流 这个很重要啊 那么两位就达成了共识之后 我们就会谈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整个黄文团回来之后 午夜下旬就隔了一个月啊 我奉那个联主席的指示 又去了北京 又去了北京呢 那我就 我奉联主席指示啊 要向大陆了解说 到底上次讲的那个事情 究竟是怎样 究竟是怎样 然后我得到的情况是这样 大陆呢已经在5月19号 2005年5月19号 跟WHO的秘书处签了一个 谅解备忘录 这个谅解备忘录主要 都是涉及台湾有三点 第一就是 台湾的专家 可以参加WHO秘书处 组织的技术交流活动 第一点 第二点呢 WHO的专家 可以来台湾 考察 跟参加技术交流活动 第二 第三点 当台湾发生疫情时 我觉得念到这个 我就觉得 跟我们息息相关 当台湾发生疫情时 世卫组织的专家 可以来台湾考察 援助跟参加技术交流活动 就这三点 就这三点 这是我当时所知道的 五月 我记得是五月29号 26号 大概就是这个时间 2005年 我就回来 我在北京有告诉媒体 有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 这些情形呢 这个备忘录的内容 到现在 其实都还在 沿用当中 不过我觉得很 很不舒服 就是很 很难过就是 有些反对派的人 是说这是国共迷恶 大家知道 这是大陆跟WHO 去谈出来的一个备忘录 不是国共谈出来 那个内容 对我们国共 就算国共之间 针对这个备忘录的内容呢 达成了共识 他也是要 也是要这个中国大陆呢 帮我们到这个WHO 去跟秘书处谈啊 大家倒有点概念 他不是秘约 然后第二 他没有 说秘约只是卖台 他根本没有卖台 我觉得蛮难过 这是住台 我还记得有建讯委员 去见了苏貞昌 竟然说要查这个事情 对啊对啊 就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大家要知道 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 到现在都还是应用 而且那个 备忘录形成了之后 陈水扁民进党 还在执政的时候 民进党政府就已经派专家 参加WHO秘书处组织的技术 技术教育会议 技术就接受了 他我还肯定说 当时陈水扁政府 是务实的接受了 那现在是民进党又在执政 其实还在继续接受 WHO这些资讯 我所得到的资料是这样 从05年到2019年14年 台湾的专家参加了100多次的 WHO的这些活动 有400多人次参加 那光是去年就有16次的线上会议 16次的线上会议 这些民进党执政也在运用啊 那么WHO向台湾通报了 260多次的相关的活动 所以这就是我讲的 跟疫情跟WHO有关的 一个是大会 我们不能参加 当然大家觉得很不舒服 可是那个是一次性的 更重要的是这个资讯交流活动 我们现在都还在应用 这个跟当时2005年年占主席 访问大陆是息息相关 是为台湾发生的 那我们现在说 因为今天我们不能参加WHO 大家当然不太舒服 可是我们要知道 从民进党执政上来之后 我们就不能出席 那么 民进党上来之后出席了一次 日本欧洲出席一次 我们怎样可以讲 这出席一次 我觉得比起马英九执政 国民党执政时期 其实待遇是差很多 差非常多 你要知道当时2016年 WHA来韩邀请的时候 是因为马英九还没有交出政权 可是那个信函里面有加注 2758号决议 现在民党批评大陆什么九欧公司加注 当时这个邀请函就加注了 2758号决议 他也接受了这个加注 而且我还告诉大家 一般所不知道的就是什么 那时候民进党派了团去 其实那个旁定席 WHA那个会议的旁定席 全部老早就被报名报满了 但是为了因为民进党 向府要派团去呢 是大陆因为它是会员国嘛 它就协调出了10个空位出来 然后让民进党派团去 有些人希望出席才有位置可以坐 哦 还是蛮善意的 其实才有这样子 但是这个是延续了当时 马英九世纪的战役互动而来的嘛 可是到了2017年之后 我们就不能参加了 不能参加大家所知道的 就是因为没有九欧共事 是 主任我要打断您一下 因为呢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内幕 张主任呢 要请张主任这个证实一下 因为这个我记得是张主任跟我讲的 就是在2008年 马英九当选之后呢 在2008年的年底的时候 连战主席那时候呢 率团去出席 参加在上海的国共论坛 当时担任国台办主任的王毅 是不是还透过了那个场合 跟这个连主席呢 报告了有关于台湾参与WHA的进度 那时候有跟这个主席说 明年台湾就可以参加了 是不是有这一段 这个情形是有的 因为2008年之后 马英九总统上台 然后大陆就也更换了 国台办主任陈玉林就转任了 海水会的会长嘛 那2008年的10月 您刚才提到的那个上海的那一次的国共论坛 国民党其实去了两批人嘛 那当时的国民党主席是吴伯雄 我因为是国民党的副秘书长 所以我参加的是吴伯雄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团 那连战主席作为国民党的荣誉主席 他受邀前去吗 那我因为过去我一直跟随着连战主席 他后来就跟我讲了这个情况 就是大陆方面有告诉他台湾参加WHA这个进度 然后在2009年确定可以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 名义就是中华台北 那中华台北呢 也是台湾大家各界可以接受的 因为我们参加APEC会议 或者参加奥运都是这样的名义 那大陆方面就等于是有正面的回应 那这些情形讲过来 还是都是记忆因为双方有一个起码的政治复兴 就是记忆九欧共识才能够产生这样的结果 那既然现在的执政者他不需要九欧共识 究竟用什么方法能够让台湾继续参加WHA 那我刚才还是讲说一次性的会议 当然我们需要 可是平常的技术交流活动 索性根据当时大陆跟WHO的形成的量解备忘录 我们还可以获得这些相关的资讯 是这个张主任呢 陈述的这些过程啊 这非常的这个精彩啊 当然了啊 在WHA今年的这个年会上面呢 我们的友邦呢 史瓦地尼啊 诺鲁啊 巴拉圭啊 等五个国家呢 当然就发言支持啊 台湾呢 就是要去加参与这个WHA 然后后来也经过这个辩论了 那其中有一点呢 我认为就是现在呢 两岸之间呢 大家在那边口水战的一个关键啊 就是刚才张主任提到 他认为参加这个技术会议啊 专家会议啊 而且这个量解备忘录呢 他都一直还在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这个跟WHO 他们的秘书处所达成的这个量解备忘录 在2005年的时候 就是世卫组织啊 他们是可以派这个专家等等啊 正到在有疫情的时候 到台湾来协助的啊 我说有一些在打口水战呢 就是有关于WHO专家技术会议啊 嗯 史瓦蒂尼帮我们讲话 他说呢 嗯 这边讲说 2019年到2020年啊 嗯 台湾呢 有参加了199次 WHO的专家技术会议 这个不符事实 因为呢 中国的介入 所以只参加64次 我认为这就是口水战了 哈 当然我们会不会因为呢 呃 大陆方面的反对 所以呢 呃 没有出席哪一些的这个技术会议啊 这个要去查 详细的查 这个会议记录 我们才知道的啊 但是呢 透过刚才这个张主任的 呃 完整的这个分析呢 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知道说 呃 很无奈了 哈 我们参与呃WHO 呃 参加WHA的年会呢 他的确他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呢 就是两岸呢 要有这个政治共识啊 呃 在两岸没有九二共识的政治前提之下呢 呃 我们大概就是在民党执政期间呢 呃 这个要参加WHA年会的希望呢 恐怕就是会落空了啊 但是两岸之间呢 可不可以从现在的这种冰封的这个状态 转为 其实逆转成一些善意的互动啊 在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呢 待会回到非典午餐的现场 我们继续请教两岸问题的专家 张荣公张主任进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非典午餐的现场 我是尹乃金 我们继续请教啊 两岸问题的专家张荣公张主任 主任请教啊 呃 现在呢 两岸呢 当然有一个机会啊 呃 就是有关于大陆呢 愿意呢 提供疫苗给我们啊 那现在呃 包括南投县长林明珍啊 呃 金门县长啊 都表示 呃 金门主要是透过那个立委啦 陈玉珍啊 他们就表示说 哎我们可以去跟这个大陆方面呢 不管是采购疫苗啊 等等之类的啊 可以来进行这方面的这个事情嘛 那南投县长林明珍也说啊 台办啊 浙江台办啊 来电话啊 就是表示呢 愿意呢 跟呃 南投县啊 就是如果说他们需要协助的话 愿意提供疫苗 呃 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民进党的回应呢 就是 不要给你 呃 我觉得疫苗的事情 对台湾来讲非常重要 是 就是大家知道 这是攸关人命的事情 而且不是一条人命 两条人命的事情 是整个台湾的问题啊 如果没有疫苗是核极严重的 那 你刚才来讲到说 为什么浙江 会跟南投 我必须说 这个就是说 2005年年战主席 访问大陆之后啊 国共两党 我们有一个 县市党部的交流对口 那么台湾 国民党的各县市 跟大陆的各县市 都有一个对口 为什么这个 会打给南投 因为南投县的对口 是杭州 因为南投有日月潭 杭州有西湖 所以我们就让两个城市 是对口 其他的我就不举例 我举的就是 因为没有时间嘛 所以杭州会向南投 表示一个善意嘛 那这种情形 现在对台湾来讲 很需要 就是我们需要什么疫苗 这个从哪里进来 都需要经过 民进党政府的经验 这个都可以 透过法定程序的 现在就是说 当我们 要不到疫苗的时候 到的疫苗 我们需不需要考虑 我觉得很重要 一个时间点的微妙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卫福部长 陈时中跟美国的 卫生部长 有一个视频会议 是在21号 刚刚过去的 这个5月21号 美国卫生部长 怎么讲 美国支持台湾 取得疫苗的能力 这意思是什么 美国没有承诺 要给台湾疫苗 这第一个意思 这一部分 大家都看懂了 第二个意思 我觉得我们更要看得懂 美国支持台湾 取得疫苗的能力 就是告诉你 你台湾向任何地方买 我老大哥没有意见 你向大陆买 老大哥不会生气的 真的吗 就是告诉你 已经告诉你的这个 给你开了绿灯了 不要怕美国生气 美国告诉你 他不会生气 支持你取得疫苗的能力 这个是5月21号 所以上海复兴那个董事长 那一位董事长 表示说愿意向台湾提供疫苗 是什么时间 就是5月22号 大陆都已经看得懂 美国的态度了 然后那个上海复兴的董事长 不是主动出来发言的 这是重要的政策 他一个医药公司的董事长 会主动出来发言说 我要给台湾买 因为才被这个台湾的民进党政府的陆委会 骂说大陆假好心 他还会再出来讲话吗 那个他讲话 大家去看了个新闻稿 是新华社记者 就是记者采访了该这一位董事长 还写的记者采访 就是什么 新华社记者去采访 新华社为什么要去采访 那就是中共中央的意识 就是安排的这样 叫他发言 叫那个董事长发言 所以这个东西 虽然我看得如何说 大陆没有这个 透过机油的管道 来表示跟疫情 疫苗 疫苗有关的资讯 既然大陆不是透过机油管道 我们也可以透过不是机油管道 表示正面的态度 为什么一定要强迫他 透过机油管道 机油管道就是因为 没有九互公司 所以就没有机油管道 这里头我们要讲到说 大陆疫苗 可能受到政治的影响 台湾民众会有一些 疑力 大陆已经像世界国国出口了 三亿剂的疫苗 我的印象中到二月中旬 有几个国家的元首 是打了大陆疫苗 这经过新闻报道 很多啦 对 约旦 约旦 印尼 巴林 智利 秘乌 赤道 吉内亚 特齐 塞西尔 都是国家元首打了大陆疫苗 而且还有趣的是 印尼的总统打了大陆疫苗 那个照片 那个镜头 印尼是发行邮票了 还发行了邮票了 所以大陆疫苗 我们真的是要 列入我们所有疫苗当中的一个考虑 我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像巴西 就我们要跟美国要疫苗的困难度在哪里 巴西是一个例子 巴西 曾经跟美国要疫苗 那美国这个是他做生意嘛 所以他要求巴西提供海外的资产作为抵押 他怕巴西付不出钱 结果巴西就不跟不跟美国要疫苗 他向大陆订了一亿计 这巴西的case 阿根廷呢 也跟美国买 美国要阿根廷拿这个 拿这个远洋的这个捕鱼权作抵押 阿根廷也不像美国买 像大陆买 订了三千万计 墨西哥也是啊 墨西哥人口一亿三千万人 向大陆订了两亿计 这表示什么呢 但墨西哥所有的疫苗都是来自大陆 那现在美国要向各国提供八千万计疫苗 它还是以中美洲为主 因为大陆的疫苗输进了中美洲 那台湾怎么办 因为如果我们一直期待美国疫苗的时候 那美国觉得他 对台湾对他来讲没有什么挑战性嘛 因为你在等我 你就慢慢等嘛 那如果台湾有其他的来源的时候 美国反而会比较重视 我刚才讲的那个其他的各国的例子都是一样的这种情形嘛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疫情当下 应该要政府要这种全方位的考量 就好像当时我们去推动怎么样参加WHA跟这个参加WHO的资讯交流活动一样 这个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考量在台湾人民来讲会比较有利的 我刚才听这个张主任讲就是张主任是这样解读说 美国的这个卫福部长他讲说支持台湾自行采购自行取得疫苗的能力 表示呢如果说我们跟中国大陆要疫苗的话呢 协商洽购疫苗的话 美国不会反对啊 我想真的吗 我还指望这个美国反对 然后因此呢 他就会可以给我们比较 给我们BNT或者是莫德纳呢 还有还有这个江森江森 还有这个啊很多这个Nomavex 美金你说的没有错 对啊如果是这样子多好啊 其实他可以反对然后他就可以提供 要嘛他就不反对 然后我们可以去跟大陆开购 关键 这个就是说 不要我们自己把门户开放 不要一直祈求某一个国家的时候 我们自己会获利的吧 道理在这儿 是关键就在说 我们在采购我们在采购疫苗上面的国家主权到底在哪里 就是你今天在人民的这个健康上面去考虑 然后呢所有的这个事情呢 你当然都是以这个最重要的民众的福祉来做出发点嘛 那在疫苗的这事情上面我们呢就又不太敢跟这个美国开口逼到现在急了啊 然后呢蔡英文说打电话给很多的这个政要 然后呢去协商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有点荒唐哎 这个这个是什么 因为呢 505万的莫德纳疫苗 是在今年二月还是去年什么的时候 陈时中就已经跟大家讲了 这是我们采购的疫苗好不好 这是我们采购的疫苗 请他们快点来六月中 这本来就是应该的事情啊 这有什么攻击 这有什么功劳可言 还做的这个大内宣做成的这样 好像我们这个总统出马了 疫苗也忘了 荒唐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 本来就是在这个疫苗这上面呢 你有多方面的管道可以去取得 今天呢 如果俄罗斯要卖给我们那个斯波尼克 他那个斯波尼克V 就是他那个卫星疫苗的话 也很好啊 因为他们只要有得到认证 那个俄罗斯的那个卫星V 那个疫苗效果很好耶 所以就说你特别是 现在大家以前批评 中国大陆的疫苗 我觉得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呢 都有都有他 都有他这个 你们都可以各自讲嘛 很多的国外的元首打过了 中国大陆的这个疫苗 也有很多人打了之后 还染疫都是事实 这都是事实 可是无论如何 他现在国药 他已经拿到WHO的紧急授权了 所以这个这个对于台湾来讲 你基于专业认知上面来说 你现在拒绝中国大陆疫苗 就只有一个理由 就政治嘛 没错啊 所以我觉得陆委会 因为他说大陆没有透过这个 既有的管道传达疫苗的资讯嘛 我们也同样可以不透过既有管道 公开喊话 我们讲对方放话 我们也可以公开放话说 放话说 我们也可以开放态度 我们现在接着 透过公司也好 红十字会也好 展开结束 这样对大陆形成挑战 看大陆是不是有诚意 我们何不如此呢 您讲红十字会是很重要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我们一样可以透过公开喊话的方式 喊话回去 这不就是形成善意互动嘛 可是红会不就是现在最近 前一阵子不是因为这个党产 这个党产的这个问题 红会好像是不是也有这个 也有附水组织的问题 附水组织的问题 现在应该还是没有了 我觉得 好像曾经什么事情被讨论到 我们现在我觉得 民营党自己搞自己 民营党政府自己搞自己 把自己很多路都阻绝掉了 你现在如果说你不授权地方政府 你觉得都是蓝营的这些县市长 这边搞鬼搞怪 要分离我们台湾的民众 对于我们台湾的民众 不知道你存核居心 要买大陆的疫苗 是要进行帮大陆进行认知作战 随便的 你爱怎么讲都可以了 但是红十字会是一个 总是一个很好的管道吧 是啊 而且你刚才南京也提到说 像杭州会跟南投市表示 表示态度 同样的台北市跟上海 台北跟上海 柯文哲很重视这个双城论坛 双城论坛也是我刚才提到的 那个国共两党的 那个地方党籍交流演变而来的 是国民党的台北市 党部跟中共的上海市委 后来 郝文斌当市长之后 主任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剩下一分钟了 就说 大陆跟台湾的很多城市 都有类似像这个双城论坛的 像这个新北市跟南京也有 所以有很多 现在很重要的是 中央政府 你没有能力 台湾的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你没有能力 去取得更多元的 这个疫苗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把权力下放 然后让这个授权 这个地方政府去谈 你如果不授权地方政府去谈 就像刚才张主任所提议的 那我们也可以用非正式管道来协商 那现在他们现在就整个都一把抓了 最后20秒 这个请张主任帮我们做个结论 我看现在要中央政府授权的地方 他会更怕他觉得他已经失去能力了 所以我们到过来呼吁中央 我们就用公开喊话的方式 向大陆表达善意 形成良性的互动 他就不要给你互动的话 我们就很麻烦了 就说我们的民营党不要 不想换成一张善意的脸的话呢 台湾的民众 这不是几十条人民的问题 他可能会牵扯到上千上万条人民 是的 所以说呢 政府应该好好的想一想 在这个疫情当下的时候 到底是顾着你的政治的颜面重要 还是人民的生命的保障来的重要 非常谢谢张伦公主任 谢谢 谢谢 感谢 感谢 感谢